中华都市更新全国总会为了加速都更推动 每年持续举办都市更新高峰论坛 今年第九届的都市更新高峰论坛 特别结合产官学界探讨都更的新趋势 邀请内政部营建署与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等单位 从都更审议效率提升 以及都市更新导入证券化等四大面向 进行探讨与经验分享 中华都市更新全国总会 今天办的这一场是第九次 也是算第九届 这个都跟高峰论坛是非常重要 尤其现在我们全国 有这么多的三十年以上的危险房屋 有460万户 那么台北市 当然台北市也占的非常的多 所以啊 以目前全省全国过地 在申请这个围绕都更的建案啊 也不算很多 也不算少 但是呢 毕竟呢 它还有很多很多的 要去改建的地方非常的多 因为最近地震非常的平缓 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一来的五六级 甚至最严重的六七级 也很难讲会到 万一来一个大地震的话 这么全国这么多的危险的房屋啊 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中华都跟总会呢 全国总会呢 最主要是能够促进 能够帮忙 这个地主跟屋主啊 能够找出让它能够改建 那么配合呢 中央政府的法规 一直在修改修改 我在这里呢 会特别呼吁的是说 我们地主啊 大家要多了解所谓都更 所谓无老为老呢 不要说一意孤行 如果你为了一户不参宜 就变成丁属户 就造成整个地区的改建 受到的影响 此此之外呢 还是要请 因为围老都跟最后呢 都是要钱 如果没有资金 农租建筑农租的配合的话 也是到最后来 前面是整合 到最后就做不成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 所以啊 我们也在这里呼吁啊 这个金融单位啊 真的是要努力的配合 让这个都更的围老的农资 能够配合 才有办法促成它这个围老都更改建的工程 才有办法推动进行下去 很多巫族地族啊 他不放心 就是怕没有公信力啊 如果说你这个今天是地主 对这个整合的公司 建商 信心 你才行啊 不然是成不了啊 这个是一个问题啊 还是一个问题 所以 我们都跟全国总会 就是如果去让他 把这个 这个金招牌 擦亮 让社会 大众 对我们中华都市跟全国总会 有信心 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我们来帮把关 所以我们很高兴 每年来办这个活动啊 是要让巫族地族 甚至乃至于政府单位 主管单位 中央单位 更重视 更能够换宽 加速地来办理 我想我们把它取名为 这高峰论坛的一个 都跟新西式的一个论坛 我想是个主题的规划 我们用了相当大的心力 特别是 刚刚讲的 有关于审议制度也好 政见化也是一个新的趋势 那我这边 就我主委的立场 非常的感谢 我们的发次长 在百忙之中 在我们的规划里面 能够很用心的来 耐下心 来为我们主导我们的方向 跟我们讨论很多 我也非常谢谢我们各级长官 对我们这一次 不跟论坛的一个协助 非常非常谢谢 当然我们很多的协办单位 我在这边也要特别 做个感谢 我们台湾导报 还有我们中央宽屏 集中电视有限公司 给我们的资源跟支持 在这边也非常谢谢 特别谢谢我们治理科技大学 陈校长跟防护校长 带领我们师生们一起 来参加这次的一个论坛 让我们都跟能够在交易里面 也能够这个连结 非常感谢 内政部政务次长花静群 也亲自参与这场都跟新趋势论坛 并肯定中华都市更新全国总会 扮演平台的角色 深化都跟议题 协助政府加速进行都跟的推动 我想今天感谢民间团体 能够召开这么样一个 都市更新的高峰论坛 那讨论的方向几个重点 大概也是在都跟为老 推动这些年来 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确实要往前大步迈进 或更加的深化 真的还有一些趋势一些重要的方向 要重新来引领整个社会 那包含了地方政府 在都跟计划的审议 怎么样让它更有效率 让民众更有信心 而明明已经有申请都跟的资格 却还是要去走为老 我觉得这背后 当然有地方审议效率不足的问题 要提升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民间提出来方向 我们行政部门也需要来做搭配 我觉得中央地方都要一起努力 让民众对于申请都跟要有信心 那有信心的基础是在于 审议真的要有效率 当然除此之外 当然还有很多相关的议题 例如说 不动等证据化跟都市更新 怎么样来结合 其实这是让都跟更更加的深化专业化 很重要的基础 那这个部分金融界 那跟都跟的业界 或者是金管会与内政部 怎么样来相互合作来 更加的精进 我想这都是我们今天要进一步讨论的一些关键的话题 当然另外还有一些重点包含了 这么多在整合都跟为老的民间的这些整合团队 我们怎么样透过更好的机制 配套措施 让他们的专业更加的提升 让民众更加的信赖 那让都跟的推动能够更有效率 我想这真的也是往下的一个重点 今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议题的重点就是 四五层楼的老旧公寓的装设电梯 其实这个部分在内政部这些年来 已经对于相关法规的松绑 已经做得相当到位 但是民间的了解可能还不足 那相关的整合业者 电梯业者或建筑师 怎么跟协助这些需要的社区来扩大推动 我想这么庞大的老房子 其实拆除重建确实是方法 但是对于更多可以急速的增加电梯 来改善高临者上下楼梯不变的问题 甚至来改善建筑物的结构 甚至提升住宅的价值 我想这都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的 我想今天的活动 其实真的是带给大家更多 更深的一个都更为老的想象和方向 而不会局限在过去 一直在强调容积不足 这样子的议题 我想其实这才是健康的都更为老的倡议的方向 由于台湾30年以上老旧建物 共有460万户 比例高达51% 老旧建物比例逐年成长 为了居住安全 都更的推动刻不容缓 中华都市更新全国总会表示 透过论坛将扮演好推动都市更新的平台 作为地主、实施者、政府与社会公益间的沟通桥梁 期盼突破现有的都更困境 加速全国都更的推动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